再见,前天一,刘国良做争议决定,孙杀遗憾,球迷担心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还是发了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 和大家说一下国拼的最新情况 在此前,国拼是结束完新加坡大满贯赛事 作为国拼将士来说,在五个项目收获五枚金牌确实是可喜可贺 尤其是小魔王孙杀身年三职收获三名金牌,让球迷看得热血沸腾 我们希望国拼将士们能够在随后的一系列比赛中取得获得成绩吧 因为国拼将士们在今年还有德班时评赛的比赛 所以说,很多球迷非常期盼,向孙杀,范里东等人都是能够吸收参加 但是目前来看,他们两人都是在此前打满贯中获得了冠军 也是正式的直通时评赛 就在日前,国拼也是刚刚结束完德班时评赛的第二轮选拔赛 通过目前来看,梁敬坤和陈兴桐是获得了直通赛的资格 也是可以反映出了他们两人的状态非常不错 我们希望本次的时评赛,国拼将士们能够再重夹击吧 随着选拔赛正式结束,就在刚刚国拼正式的公布了本次一个德班时评赛的名单 也是让球迷就意味 男单方面,梵敬东,马龙,王楚清,林高远和梁敬坤 女单方面,孙莎,陈梦,王曼玉,王毅迪,陈兴桐 从下面能够反映出呢,还是我们的几大主力 但是在此前表现并不是很出色的林高远和陈梦 也是进入了本次视频下的名单 这让球迷也是比较意味 作为立功能来说,也是则有球迷的质疑吧 因为在此前表现非常出色的前连衣 也是无缘本次一个名单 让球迷为他鸣不平,确实前连衣最近一段时间表现非常出色 不管是大满冠比赛,还是本次的直冲赛 虽然说没有获得冠军 但是整体来说,有一定的竞争力 前连衣也是无缘本次一个视频赛 确实让球迷比较失望 通过目前来看,陈梦和林高远也是递捕进本次名单 尤其是陈梦,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确实并不是很理想 而且多次出现暴震的情况 这次能够递捕进视频赛 确实存在很大争议 我们希望呢,柴蒙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征服球迷 征服六国梁 目前来看,柴蒙的状态确实非常不好 期待他能够克服伤病再一次王者归来吧 随着前连衣无缘本次的视频赛 苏银沙也是比较遗憾 因为他们两人非常熟悉 此前的新加坡大满贯也是有过交赎 也可以看出呢,前连衣也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选手 期待他能够在以后有机会重新的进入视频赛 让我们一起国民将士们加油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咱们下期再聊